大家好,欢迎收看燃的模型频道 上一期我们完成了座舱和鸡笔部分 上周四,俄乌两国突然来了个大的 大火注意力应该都被吸引过去了 包括我自己也天天都在看直播 然后上周的制作进步吧 也支持不了一期视频 这期我们来一起完成锯装和上色吧 长谷川的组合度不能说是垃圾 至少也能说是一五十出 除了每个零件上满根满谷的缩胶 组合风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加快制作进度 填补用了迪斯派的黑色填补胶 加上促进剂的话就是里能可膜 这些嘎拉脚里的催出口可以说是深恶重绝 又难补又难磨 经历了补补摸摸之后 很多细节刻线需要重新加上 先用硬边的刻线胶带定位 然后刻线轻轻划出刻痕 最后用刻线刀加身 虽然前边摸得要死要活 到喷漆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几个零件 先喷上俊世1200毫的灰色水谷涂 鸡鼻、垂尾和腹齐部分的涂装采用遮盖喷涂 黄色部分用的是俊世的329号 鸡鼻这部分的弧形红色条带比较棘手 我把水贴剪下来做模板 在遮盖胶带上画出弧形的形状 再用笔刀切下来 做弧形这部分遮盖胶带失败率比较高 我尝试了四次才切出比较满意的形状 遮盖胶带的定位也需要水调的辅助 剩下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 只要保证左右两侧跪称就OK 为了防止漏漆翻车 遮盖胶带遇到模型表面有凹凸的部分要用牙签压紧 然后喷涂亮光黑色部分 黑色喷好以后 做好遮盖准备喷紫色 涂装和旧画准备做类似美国海军的所谓岩石效果 所谓的岩石旧画 按照DACO出版的F14预书 第34页里的图片说明所述 这种污渍效果主要是飞机在完成维西钩保养 蒙皮盖板装回去以后 所有的蒙皮接缝和螺丝孔都要重新喷漆密封 以防止水汽和盐雾进入内部造成腐蚀 所以机身上就有新喷上的漆和之前深色的污渍之间的色差 至于为啥F14和F18机身上会有那么多深色的污渍 那又跟80年代后期美国海军换装低可视度涂装有关系 简单说就是低可视度涂装的漆是消光漆 众所周知 渗线和滋洗的时候如果是消光漆面 会很难擦干净渗线液 那实际上的消光漆面也会留下更多地青大叶的脚印 为了表现出这种色差 除了用黑色分出不规则的预知阴影 还要顺着刻线用白色分出规则的预知高光 机身上部先喷菌式的307 这里要多加一点稀释剂 让底下的预知阴影和预知高光能透出来 然后在307里加白色调浅 强化色差 用帕金森喷涂的方式把油漆抖到模型上 这里顺便啰嗦两句联邦标准色卡 也就是307号色下边写的这个FS36320 FS就是联邦标准的首字母缩写 后面五位数的第一位 一代表光泽漆二代表半光泽三代表消光 第二位数0为褐色一为红色二为橙色三为黄色 四为绿色五为蓝色六为灰色七为杂像八为荧光色 第三至五位数则是这个颜色的顺序编号 喷完浅色的色差后 在307里加了少量的42号加深一字的色差 在喷深浅两个色差的时候 我反复喷了好几次 基本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一直到效果满意为止 鸡身上的水贴贴好以后 整体喷消光保护 因为鸡皮 腹齐和吹部分是光泽的 在喷保护器的时候要注意分开来 每次撕遮盖的时候都贼紧张 收获还妄想症了是不是 不过还好这次没有漏漆也没有啥小惊喜 大家谷歌车 我看下来了 我看下来 长谷川作为一个水贴大厂 竟然给了C设的水贴 虽然略微有点厚 但是极不透光 和军事软化剂反应也很不错 算是这次制作中少有的愉悦 和长谷川的这架VFE搏斗了十多天 总算是假组出一个能拍照的状态 要不是因为已经发了第一部分 当众烂尾比较丢人 这盒模型应该是妥妥的在烂尾的行业里 我翻了一下之前烂尾的模型里 长谷川还真是占了一大把 这期尝试给视频加上了配音解说 配音的过程是相当坎坷 除了各种嘴瓢外 还要听着自己奇怪的声音和尴尬的战斗 不管怎样最后还是磕磕饭饭的完成了 希望各位观众大佬多提意见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